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杜华说 最近一段时间偷懒没给大家发视频 那么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视频是 明天 黄马对亚特兰大这一场比赛 这是一场 欧洲超级杯的比赛 就是欧冠的冠军去对战 欧联杯的冠军 欧冠冠军是皇家马德里 然后 这个欧联杯的冠军呢 因为亚特兰大战胜了 乐卧酷生拿到了欧联杯的冠军 所以欧冠的冠军跟欧联杯的冠军呢 这两支球队要做一个终极对决 就是争夺欧洲超级杯的这个冠军 那么拥有这个贝林厄姆 然后梅尼修斯 一众人等的皇家马德里呢 再加上了现在炙手可热的姆巴佩 去对战这一支 战胜的乐卧酷生的亚特兰大 在目前的大家的心态当中呢 可以说亚特兰大是有一定的重视的 也就是说有一定的考虑 有没有可能 亚特兰大会跟这个皇家马德里打平 大家可能会这样想 因为这是一场比较特殊的比赛 如果双方占平的话呢 就直接进入到点球大战去对决 所以双方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 在皇家马德里这边 想要在常规时间内解决 那么在亚特兰大这边呢 是想要去拖时间能够保住平局的 双方的心态是这样子 然而在整体的市场环境来看的话 我认为 目前 姆巴佩这个人物呢 是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 以及非常多的讨论 因为毕竟这么贵引进到皇家马德里 而姆巴佩也是传说中7号或者是9号 西罗的传人 或者说是这个单金市场上 刺手可热的 这个法国队长 加门皇加马德里会有怎样的一个新的赛季呢 一切的一切都从这一场比赛呢 大家进入到观察 因为今天的这个明天了 应该说在欧洲这边是明天 这个这场比赛呢 姆巴佩会上场 所以双方会做一个比较有强度的对抗 有强度的对抗 他不是友谊赛对吧 他是有奖杯的 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会是一场比较好看的比赛 然后个人来看呢 我比较支持皇家马德里 因为我认为皇马也是需要去证明自己的 毕竟花了这么多钱呢 引进了姆巴佩或者说是想要维持整个的皇马的 这个王朝的态势呢 一定需要再赛季出明星球员呢 就一定要有所表现 这样子才能够稳住媒体 或者说是稳住球迷一众的人等 所以我个人比较看好这个皇家马德里可以 战胜亚特兰大 比分的预测呢 我这里推荐的是2比0 2比1 以及2比2 这三个比分的比分预测 然后 我觉得 姆巴佩在这场比赛应该会比较的艰难 比较的艰难 然后大家的考虑在皇家马德里这一边呢 因为之前的热身赛可以说是表现欠佳 所以很多人在说皇家马德里的防守呢 可能会有所下滑 然后中场的克罗斯因为退役的关系 所以中场的核心人员呢 有所减弱啊 这是皇马目前处在的这个中场以及防卫上的问题 我们看比赛呢 不要觉得就是可以去预测什么东西 我们应该把心态放好 然后进入分享比赛啊 去感受比赛去观察比赛 在你看好皇家马德里的同时呢 你去看他在目前的环境的这个 梅尼修斯跟姆巴佩怎么样去做协调 然后贝林厄姆他其实也可以去做中场 对吧 然后莫德里奇也可以去做中场 因为他虽然说年纪大一些 但是也是可以的 然后怎么样去打出一个新的皇马的这个队伍出来 对吧 我们大家敬请期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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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